清晨,黑木正在睡觉 突然闹铃响了起来 但没想多久,就被一个拳头打压活 没错,是我们的黑木老师,他起床了 黑木伸了一个懒用,便活气活料地朝学校赶去 没走多久,他发现一只受伤了狗子 正极其虚热地躺在树下 黑木瞧得太可怜,有些于心不忍 于是他决定将狗子带回学院治疗 学院这边的怪物,看见黑木惊破一只狗过来上课 被吓了一大跳 这时,黑木也给出了今天的课题 就是给狗子治疗伤势 实际上场的是小绿,小绿采用的是补钙疗法 材料是骨粉,蒲公英黄,以及土豆 烈光荒洞的际下,水油栏转为城 这说明药剂成功了 接着,小绿拿着水冰装好,给狗子喝了下去 结果,伤不仅没好,还把狗子的头变小烂 看来小绿的炼制手法,还是有所欠佳呀 下面出场的是恶魂 而他所用的材料,就有点匪夷所思 是各种各样的矿石 实际上水的颜色,由成转化为黄 恶魂拿着水冰装好,朝黑木扔了过去 谁知道黑木没反应过来,被砸了和正着 台下的怪物们,看到这一幕不禁哈哈大笑 黑木将药水,为给狗子喝了下去 而他的头,也总算恢复到了原来大笑 不过狗子的声音,竟变成了机脚 黑木非常的不开心,让恶魂重新调制药水 老实的话,恶魂不敢不听 不一会时间,恶魂就将药水调制好 但在交给黑木时,不小心砸入黑木的裆部 看来这货,是诚心跟黑木过不去 专找要害人,由于狗子的原因 黑木没去找他麻烦 狗子喝下饮料后,声音虽然不是鸡脚 但他们要得成牛脚了 无奈的黑木只好换人,这次出场的是猪人 他一出手,就指好了狗子的声音 黑木也为此发出掌声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药水,他们要得有副作用 狗子宛如喝了假酒一般,飘了 并且还飘到天上去 哎,这些家伙,平时都学的什么玩意儿 真不知道他们的老生是怎么教的 狗子宙,你来,来到炼药国前 狗子宙用鸡蛋,苹果,南瓜派 锯成一锅乳白色的药水 狗子喝完,终于流浪飘了 黑木看好角度,接触从天上掉下来的狗子 但事情哪会有这么简单 狗子刚飘完,就晕了过去 黑木看到这一幕,不许有些伤心 但他相信,学生们肯定会将狗子救回来 黑木派出平时成绩不错的僵尸仔 而僵尸仔的操作,也没让黑木失望 在制作药水的最后一步,将是在放弃的医疗波 他这一步,可谓是神来之品 喝完药水的狗子,仿佛信了春哥 立刻原地复活 黑木也给出了迄今为止,最高评分A 狗子虽然是好的,但有些学生没轮到 所以还要继续 接着该轮到小白,可小白非常的怕狗 特别上次,小白摘苹果时 狗子看他的眼神,那分明就是在看食物 就是因为如此,小白对狗子有种莫名的恐惧 而让他去狗子跟前,那是万万不清 最后他拒绝了黑木的安排 但黑木哪会让他如远以偿 最后,在黑木的凝微之下 小白选择了妥协 但不喜欢狗子的小白,会好好制作药水吗